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疫情爆发 LAX成为无家可归者最安全的避风港的新闻 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洛杉矶国际机场来往人潮骤减 成为了无家可归者的最安全的避风港 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将洛杉矶国际机场视为家 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机场采取积极措施对抗细菌传播 相比较之下比街头要安全的多 再加上现在机场来往人数很少 与他人接触也会更少 根据洛杉矶国际机场警方数据显示 过去三个月中 洛杉矶国际机场平均有121名 无家可归者 那这个月下降到了94名 机场警察发言人赞扬警察危机处理小组 全天候工作 帮助无家可归者 或者精神疾病者获得评估 提供适当的住房和健康服务 机场警察发言人指出 无家可归者都已经被警告 机场夜间关闭时不能逗留 旅劝不听的人将会受到处罚 但是在开罚之前 警方会尽力帮助他们获得妥善的照顾 下面来关注一下 落线计划补贴失业房租可达1000美元的新闻 洛杉矶县督察委员会批准了一项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以协助在新冠病毒危机中挣扎的居民 洛杉矶县督察韩真尼办公室的新闻稿中表示 该计划一旦实施 每月可能针对失去收入的公布提供最多1000美元的费用 长达三个月 官员们预计资金将来自联邦纾困法案和私人慈善资源 而共同撰写该议案的督察索里斯也强调急需援助 目前该县已经实行了冻结租金和驱逐禁令 但是在危机发生后的几个月 租户仍然将承担所欠的租金 新闻稿中表示 偿还租金已是不可能的障碍 租房援助和防止家庭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 避免流离失所 洛杉矶县多数家庭都是租户 近年该县房屋拥有率一直在下降 督察门还强调 租金援助也将为房东提供支持 尤其是租客持交或者不交房租 韩珍妮在声明中表示 这场危机摧毁了那些处于贫困边缘的家庭 我们暂停驱逐令虽然有所缓解 但是在疫情结束以后 很多家庭将努力偿还欠下的租金 而租金援助可以帮助民众减轻病毒大流行对家庭造成的长期经济损失 洛杉矶市实行驱逐冻结 并且暂停该市租金控制措施 包含租金上调 但尽管紧急呼吁 但是还是不能替租房者提供额外帮助 在加州范围内 州长纽森颁布禁止驱逐房客的命令直到6月1日 最新的数据显示 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4月1日未能交上房租 全美租户进行租金罢工 希望在病毒危机中能够取得房租豁免 下面来关注一下仁慈号再传4名船员感染 确诊病例达到7例的新闻 海军卫生官员证实 停靠在洛杉矶的人慈号海军医疗船再传4名船员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 该医疗船确诊病例总数达到7例 第三舰队发言人法奇指出 感染船员和曾经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 都已经离开了医疗船被安全的隔离 法奇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该船正在遵守规定采取一切防疫措施 以确保船上的所有船员和患者的健康和安全 并没有影响到医疗船接收和治疗病人的能力 挺靠在洛杉矶港的人慈号海军医疗船 上周三爆发首起感染病例 两天后又出现了两起确诊病例 人慈号上个月23日离开圣地雅各 四天后抵达洛杉矶港 主要任务是治疗非新冠病毒患者 以缓解当地医院的重担 所有入院患者在上船前都要通过病毒检测 而这些被感染的船员是在包括圣地雅各海军医疗中心在内的 各种海军医疗机构服役后上船 根据了解 该医疗中心是圣地雅各县两座军事医疗机构之一 主要用于治疗和检测新冠病毒患者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华人区新设病毒检测站 埃尔蒙地市机场今日启用的新闻 临近华人聚集城市的全新新冠病毒检测站 4月15日开始在位于埃尔蒙地市的圣盖国古机场正式启用 埃尔蒙地市与洛杉矶县县政督查索里斯合作进行的检测站 从周三开始启用 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 那地点在于圣盖国古机场 埃尔蒙地市的市长昆特罗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专家告知除非建立健全的检测系统 否则将无法恢复正常状态 埃尔蒙地市的市长昆特罗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专家告知除非建立健全的检测系统 否则将无法恢复正常状态 县政府在圣盖国古机场设置检测站 便于工人阶级社区使用 民众在前往检测站前必须在网上注册 以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包括出现呼吸道症状 比如发烧 咳嗽 或者呼吸急促等等 一旦网站确定资格以后 申请者便可以预约测试 圣盖国古机场测试站将提供自驾和步行服务 测试过程需要5到10分钟才能够完成 但等待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 帕萨地纳市的玫瑰碗设有检测站 14日开始 在鲍德温公园市的鲍德温公园成人学校 也可以进行测试 索利斯在一份声明中强调 我们正处于公共卫生危机中 该病毒没有任何区别 它有可能会影响所有社区人士 感谢埃尔蒙地市协助扩大区域检测范围 确保居民和社区安全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神奇女侠2》曝光霸气铠甲 加朵称进化以后更加孤独的新闻 华纳影业再次发布了《神奇女侠1984》的两张全新剧照 第一张是盖尔加朵饰演的戴安娜 身穿精英战甲做好战斗准备的照片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 这次戴安娜的战甲显然比之前亚马逊世界观当中的 任何一个人的战甲都要华丽 也更加的威武霸气 事实上早在DC于1996年发行的《天国降临》漫画中 《神奇女侠》的精英战甲就首次出场了 但是漫画中的精英战甲可能没有剧照中这么锋利和霸气 也是从天国降临之后 《神奇女侠》在很多漫画 比如《战争中的世界》和《奥林比亚崛起》中 都穿上了精英战甲 第二张照片则是戴安娜和男朋友史蒂夫特雷福 在林肯纪念堂前的拥抱 《神奇女侠2》也聚焦戴安娜离开了亚马逊世界 来到现实世界是如何生活和社交的 在之前的采访中 谈到《神奇女侠》戴安娜的变化 盖尔加多表示 第一部主要是讲她如何成为神奇女侠 当时天真不暗世事 而这部则完全不是这样 她进化了 成熟了很多 充满智慧 但她非常孤独 她失去了很多队友 因此防备心很强 与此同时疯狂的事情发生了 据了解《神奇女侠2》电影档期 也从今年的6月 暂时推迟到了今年8月14日上映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洛杉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子萱 我们下期再见